收看的是2017年K票秋季赛 预选赛副舞台 SC对你到BEST的第一场比赛 大家好 我是今天解说 尹凯 我是今天解说 好 那么今天看看 首班会搬到什么的英雄 SC在蓝色方 SC目前的一个整体积分情况 并不是十分乐观 所以现在SC还是要加把劲 没错 那么其实这个时候 已经到他们那儿 这种不得起来的通关阶段 一定要拿出自己种 自由放飞的想法 因为第一半搬到阿克 就面对到BEST的时候 其实这种带节奏的因素 还是不能够给他们 否则的话 他们的前期节奏一旦打起来 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是 尤其是BEST的目前的 在预想下我们的积分 是排名第一的 有八个积分 没错 这边BEST第一半半叫米越 不需要安然拿到 不需要共产拿到 米越现在根本是强盗打不死 除非几个人一起来抓 没错 这个成熟的女人最可怕的是什么 她不是说吸血而已 她现在已经可以什么都吸 你想象不到 这个法力之夜可以吸 真的 我感想第二半会搬掉什么的英雄 来做一次对 像关羽这样的英雄都是可以搬掉的 是对于团队来说 团战威胁比较大的英雄 但是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当米越出现了之后 她班位上又增加了一人 意味着在选位上又会放出很多人 是的 所以的话比赛的观赏性也就会得以打打的提升 没错 那BEST是搬掉老夫子 而SC是搬掉李源芳 没错 搬掉了李源芳 你觉得这个班位方不方 反正我是有点方 开个玩笑 这个地方李源芳搬掉 其实也是打野位上的一种限制 你看他两班都给到了打野位 所以希望让BEST少带走的节奏 还是跟我们讲的一样 果然老夫 这个姜子牙这一点搬掉 姜子牙要搬掉 就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BEST是一支作风 刚猛的一支战队 他直接搬掉了 搬掉一个老的姜子牙 搬掉了你一个体系 不让你能打一个前期 所以我现在整个打野位 没有 你能拿的只有打魔 打魔会不会抢掉 打魔就在抢了我有装周 怕你什么 可见SC是做了充足的准备 分析的太对了 BEST的第三班是搬掉了 干架模业 那么这样的一个英雄 跟江甲可以说是互相相生相克 都是手长的英雄 SC一选是给到了装周 给到了装周 拿下我觉得你不打 就像我刚才所分析的 如果打野位给到 BEST他们拿 因为其实是这样的 你拿到杨简 你拿到涛涛 这两个英雄前期 入侵率也不错 但你要想像李元芳 像阿柯 像这种英雄去带节奏 比较难 所以达摩这个点放出来 也让BEST要考虑 到底敢不敢强 能不能掐准 我们装周放大的空间 而且我相信 其实在SC后继手的时候 一定会多选出几个 签置地方的点 他的思维 还是要暂时等一等 是 特别是我觉得 装周这样的一个英雄选出来 他虽然是一个解控的 非常强势的编路英雄 但是你不能说有装周 我对面就不拿空 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没错 好 看一下BEST 果然是拿到了露娜 还有关羽 关羽这个点放出来 是绝对不可能 让SC拿到的 是 主要是SC他也没有一抢 他在选人上是比较谨慎 是 你看这BEST拿到关羽之后 我就想到了一个复古的年代 当那个年代 还双方只有一个班位 基本上就搬掉关羽和露娜 是 现在这两个人 已经选到了同一阵营 你看SC这边两选 曹操 华姆兰 曹姆兰组合 曹姆兰组合 这两个编路英雄 也是特别强势 这样的一下 SC可以说是拿出了 三个编路英雄 就暂且我们把装招 当成一个编路英雄 实际上他的一个整个 在游戏当中的作用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那看一下BEST 后面两手拿到 不知火舞和张飞 如果不知火舞和张飞 拿到的话 就是要打一个双方的套路 然后配合不知火舞 二十分的剪魔汤效果 那SC其实我觉得 说说如果即便是不选射手 也问题不大 拿到一个卢布 大张飞依然是很带劲 但是他可能会 而且他更好地去针对到了 关羽的一个强行入侵 比射手要更好保护 没错 就是讲如果说在BEST 拿了关羽之后 SC再拿一手射手 那这个阵容 他的容错率就比较低了 没错 所以他花木兰和曹操 这两个人选出来 已经是奠定了编路的位置 那么剩下 他们还差一个中单 包括打野 这样的话就比较完美 那么多情和林道 这边两手拿到了诸葛亮 诸葛亮拿到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这个点 确实是一个爆发点 只不过 可能如果拿到诸葛亮 那问题是什么 就是张飞的二技能护盾 已经多次在KPL秋季赛 或者说在春季赛 以及KPL的这个 秋季赛预选赛上 体现出了众多的保护能力 每次一个打个打击 都让这个张飞给挡住了 所以这个点还是要 是力了 是 而最后SC依然是选择了 孙命还有诸葛亮 刚刚有一秒 是切换到了孙胜江 是 最后还是确定诸葛亮 那这边的话 就是让庄州和这个 花木兰打两个边路 双边路 然后曹操就打野 是 孙命辅助助量中单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边 怎么选择 Best 其实我在想 这边有没有可能 你看他现在协在的 个召唤师技能 让诸葛亮去打野 你是不是还没有睡心 开个玩笑 Best现在这边 关于露娜 物质火舞 张飞加个旅程 他那旅步也是希望 针对到 双方 地方的一个双前排 然后呢 再反制一手 自己的一个 逼迫 地方拿不到掌柜 但是实际 拿不到驴 但实际上 敌方现在已经选满了 所以他还是想了想 换成一手 这个物理输出 补足一下 毕竟这个鱼姬 是有一定自保的力了 那没有问题 拿到了鱼姬 这个点 现在给大家来看一下 Best的阵容 已经选择完毕 那SC这边 也是经过了调整 我们看一下 一个选择 SC这边的这种选择 是装舟 诸葛亮 花木兰 生病 和曹操 曹操打野 是的 这边王子 使用到一个诸葛亮 让安然使用到一个 装舟 打野装舟 其实它是一个 是带宠机的装舟 不一定是打野装舟 也是资源更多的 还是要让给 更多的其他的选手 而它是为了保住龙 或者保住buff 可以利用成绩 来做一件事情 好的 也是让我们看到了 一个全新的套路 也孝然C在这次套路改变之后 确实能够打败 当前版本 就是当前排行榜 第一位的Best 没错 他们现在确实 势头实在是太猛了 是 尤其是Best 他们今天选出来的 这一套阵容 就看上去比较凶 就是露娜 不知火舞这两个点 你刚刚也说 不知火舞一扇子 踢上去的话 就是剪魔抗 露娜上去 再来来会会几下 整个人都有点不好 没错 那看一下张飞 就是那一个整体作用 就算是保余季 或者是保余曼 七进七出 进进出出 已经还有五秒 到达战场 请做好准备 是开始了SC对这代行的第一场比赛 是的 现在看到SC一个入侵的一个局处 我们给大家关注 因为毕竟这次是一个打野中 我对这个选择 所以怎么打 这会儿还是配合队友在中路 先做一波一击团的预备 先蹲手一下 到达蓝霸夫开始 开启蓝霸夫 这边将会给到一个护盾 是 三方这一波是没有去复兴野区 是比较平和的一个开局 是 达蓝霸夫回头 已经用帮助出城 拿到了第一个篮 三方都没有反野 自己打自己的 相当无视 因为这个大野中风 可以 效率非常高 在露娜打的第二点 她是有人帮的 但是你知道 张周是没有人帮的 她自己已经打得死在这个位置了 可见她的二层的敌爱状态 对野怪来说 也是有点大的一个冲击力 所以这个套路 不妨在排位中一试 而且安然她的一个 光周带的一个名文 应该是法强的名字 是的 要带的是一个梦点名文 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你可以在排位中 打这个位置 你要让对手 你让自己的队友 当你选出她的时候 就是队友没有见过的 他会认为你是在瞎玩 这个东西要跟他讲清楚 有句话讲得特别好 叫下虫不可与兵 紧挖不可与兵 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一批 值得吸引的队友 就好好的 我们看一下她的效果 他们的一个整体的 一个阵容效果 没错 也是商量好的 看一下我 下路关羽 在前期还是有点 刚不过曹操啊 其实四季之后 也不见得能够刚得过 曹操她的一个大招回血 确实是比较多 而上路 就 荒木兰队上鱼姬 那么这样的两个点的话 我觉得鱼姬是不太怕荒木兰 只能说互相牵取 看下这波暴军团 荒木兰队上鱼姬 现在暴军 血量已经见底 还有东西马上掉掉了 荒木兰拉掉 几间之后 要红队的地方 是那一个手机带走 再次运速 开始了这个团战优势 因为关羽 推到两个 将其推到龙坑 他们很难走 还要推 这边还要再打 二级人在闪住之外 张飞一个大招 横过来帮助自己的关二哥 因为曹操 闪天再次进入龙坑 但是被张飞发现 两拍三拍四拍 两拍三拍四拍 直接带走 非常有节奏感 是的 毕竟血线不是特别多 这条暴军 也是被白色给拿到了 其实刚才仔细回想 白色的作战思路 非常清晰 他不是说 我开始以后 一通瞎打 能打到嘴巴 不不不 他不是这样的 你看他那一个技能险阱 张飞在等 等到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们 拿到了一个暴军的 拿到暴军之后 他们有着提前生死的机会 是 所以张飞只要先选 马上到司机前 先选择保护自己方的C位 而关羽 选择切割战场 进入时机之后 直接将两人推向了龙坑 剩下的人 在其他的位置 进行一波缠斗之后 终究不敌 因为关羽已经 钳住了两个人 对 在他连续推的爆发之际 等于是让其中 直接现实 直接是丧失了一定的 战斗能力 而关羽撤出战场 丧失爆发能力之后 张飞再次开打战斗 这一套衔接 使得 S3这个人 就完全没有招架的过来 而且当时确实是在 龙坑那个位置 张飞一个大招 是确实 他虽然刚刚是火空 但是确实可以 火到很多人 所以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就是你会发现 像这个 王者 峡谷的桃园级 三兄弟 都变成能怼人的人 对吧 关羽一几能 可以把人比得老远 不管一几能 还是冲锋土工 都可以 那张飞的大招 也可以怼人 刘备现在 新做的二兄弟 也可以怼脸 就跟他这个怼人 是一个 关羽一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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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怼空一下 但是面对曹操完全不屈 刘夺到我们的江西带走 不肯放过曹操 但曹操自己 已经开启了续航模式 慢慢的回血 是 他这个回血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见 关羽刚刚那一刀劈下来 还是很痛的 是 曹操四季靠后面的回血 他回来看一下 这部诸葛亮 诸葛亮直接被秒杀 露娜进场 安然也很难走 露娜再次 带着我们 露娜再次 露娜再次 非常的秀 相对于对面的一个整体 高伤害包括控制来说 是另一个 弹度就略显出品 他唯一能够 踩高你的决限 看一下这边 诸葛亮 诸葛亮就才词得我 我的一中人 是个盖屈英雄 组终一天 他会起个七彩BUFF 来取我的狗头 不 应该是鱼头 他刚刚就把一条鱼杀掉了 七彩霸夫 双彩霸夫不够 还没有到七彩霸夫 这之前在体验上见过一个 王霸夫 就是大家在一起 仔细在那个 紫霸夫 青霸夫 撑霸夫 什么时候 逐渐一套七彩战队 哇的天 这霸夫小金刚 干脆吧 记住上所有的 这个野怪都变成霸夫 都变成霸夫 所以就跟白色又来 上路抓住个量 诸葛亮会抓得太惨了 是的 再来嘴一下看看 我们能不能走 这个野怪 一个闪现 但是位置不是很好 还在砍吗 应该是难逃一途 这个野的孙兵 想要抵挡三人的攻势 几乎是不可能 关于想法要追过来 这一刀 带走小命 可以说今天一刀 原本一刀 没错 诸葛亮其实这一局在 不管是在争霸 还是在上路 都被针对得特别惨 而败死了他们的一个 整体思路是很清晰的 我先把中路破了 然后接下来就去你上路 而下路就让曹操得关于 疯狂的带线 疯狂的黄神GK 那就是 边路之间的对决 没错 你也负命的斗争 使而马上我觉得 下一步 我负死了他们的最后 就是我要把你下塔给拿掉 首先把你的三座外塔 全部都推掉 是 然后我再疯狂掠夺你的野区资源 没错 今天我给大家继续看一下 就是庄周这一点 他确实是刺了一个很大野刀 是 男子霸的年龄效果是极好 这位置 关于还是逃掉了 跟大招迅速撤离 就是庄周我们一直在看上次的比赛 以为但是想要帮助队友去拿这个buff 或者说是帮助队友去打野 就没有想到 他自己打野的效率非常高 在这场里面也是非常舒服 就看一看下一次 就是在其他比赛中 还能够图现中庄周打野 今天也是看到正式服更新了 更新之后呢 庄周的伤害也是有所下降 所以跟大家再次提到的是 比赛服的更新版本 要比正式服延后一个星期 在下星期或者说是 在7月8号赌决赛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当前的关系版本 有可能看一看 但是马上是来到下路 把塔推了之后 三个外塔全部 接下来打一波团队 这一波四打三 但是不知乎五招后了 看一下 直接推荡 逃到西斜 直接配合重量 杀掉其中关羽 这一波可以说是 这个配合非常默契 露娜过来要想要收割 已经能打风 直接平衡上去三下 打中标记 带来一个银 等一下 非常快秒杀几套敌方的顺便 是 而另外一边也是 这个鱼啊 刚刚被鱼切好都被缠上了 有机会去保护自己队友 实际上庄周打也不是不行 因为他的整体伤害 确实在被动点满之后 跌到很多层之后 确实是比较痛啊 但是这个英雄 总觉得他帅不太好一个 就是控制比较多的阵容 因为庄周说实话 他自己本身的控制是不足的 微乎其微 只剩一个减速 减速 对 所以你如果要打野去抓人的话 打野为了英雄 他讲究的是一个什么 就是要带节奏 你的节奏要快 而庄周我总感觉 他的节奏会比较缓慢一点 也就是说这个是用不明打野 他需要在他缓慢的同时 需要靠别的编路 如果说是线上的英雄 去快一点节奏 我们现在看一下贝斯特 直接是开始了自带 是的 这篇上没开大街 吼飞了 有个最强控制的花木兰 这个位置 这个还是要开吗 庄周到外 一路火花的闪电 直接走进来 但是自己血量陷阱 直接被露娜秒杀 露娜还在笑 要打 哇二连击破 六蓝帮多跳板 还笑出来 再打王子这个位置能够收 三连决胜 配合着Buff作为跳板 延续多彩 这个位置月下无限连 让我们展示了什么 才是真正的月光之女露娜 是的 这个名字取得非常好 那歌材露娜 她一段操作也是非常秀 首先是用孙宾做跳板 直接最后一下带走孙宾 跳到蓝Buff 然后再利用蓝Buff做跳板 跳到诸葛亮 直接带走诸葛亮 那么这样的话也是 如再拿下 对 就是露娜一句台词呢 是这么说的 跟我的兄长较量过吗 现在兄长即将要登陆 我们王者下落 是的 也就是这一般表达 现在大家也期待一下 她跟露娜会有什么样的故事 看一下直接 曹操关于蝗虫TK 揭露的对决 是 可以回去 但是关于笑人 张飞 张飞 张飞能不能保住 三英战曹操这个位置 还在打 直接露娜再次进场击杀曹操 已经飞得不能再高了 还要飞得更高吗 是鱼姬剪腹 已经飞了 现在 朱姬的雪亮鸡的剑 比二连击破 还要再打 这个位置看一下 关于再一刀打进来 三连决胜如哪再秀 能不能拿五杀 能不能拿五杀 朱格亮已经连上了大招 但是这个位置 非常地固炫 只剩一条鱼 只剩一条鱼 不敢进场 还是交给了几封的鱼姬 这个位置 也是让鱼姬拿到了 最后的两个人头 是 这下雪线太残 没办法 未爆 其实最后队友 也是想要赶 到处哪一个比赛 但是呢 露娜自己也深知 要想赢的比赛 她不是你的个人秀场 她一定是团队配合的 满分作为 没错 叶修说过一句话 主要永远不得一个人的游戏 于是通过这样的配合 败腾走到今天派行盟 第一的一个成功位置 是的 说得非常对 那其实这几个露娜 她虽然没有拿到五杀 但是她已经让我们看到了 她能拿到五杀的气势 五杀的气势 没错 在这段打完之后 没有五杀 胜死五杀 没错 那现在露娜也是在挑战上 她倒下一个主带先锋拿到了之后 她们紧接着就是把自己去再次清开键 她需要有一个篮来续航她下一波的五权连 对 其实现在简单我们可以看一下 到11分钟12分钟的时候 整体的经济是拉开了一万啊 这个经济差太大了 没错 经济差拉得如此之大 但是Best仍然 这个不防作用 还要再次开启这个宝军 不给地方任何机会 是 看一下 这边是只有很多抓小 选择绕塔到后 选择绕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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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走一下 陈莫达关羽了吗 陈莫达了 这位置郭宇军要先出来了 哎 逃生还好 一辆打招跟上 一辆击杀 但是Best仍然 即便拿到Best跟着兵线 直接打进来 强行要退掉敌方的高地塔 这个位置看看东周怎么办 东周也无能为力 因为没有控制 被Best仍然一套打过来 现在Best再次思认局势 因为上中兵线其实非常的不好 而且配合了孙宁的入签 这边入不量 她一种打得很脏很沉 是 罗娜一回头 再打 四大二堂 是的 四大二堂 入场 现在把孙宁打全了 但是孙宁开起了大招 没错 而且刚才出发了 集团风暴的效果 也是刚好减速到了 对 有一次看看路纳 那路纳这支是这 老娘一回头 地球走三走 这一套西域流水的这个 月下无限连 我也希望我们这个 OB哥哥多给这个 路纳的专属技巧 让我们感受到这种 飘移的快感 因为确实 路纳使用起来 不仅是观赏性 还是操作的技巧性 不管是给己方 还是给敌方 都是有种震撼力 他对于敌方来说 是很危险的 这位的再次连起来 直逗 阿哥差不多 再见 一脑再跟上大招 这位置二技能没有吸住 没有关系 大招还在 现在也是打得点靠前 这一波张飞无限 那张飞已经不在乎 去管驴滴和那个 不知火舞了 彻底把所有护盾 都给到路纳上了 路纳这个点 就是说 我们一直在讲 路纳是每一个 基本上每一个职业 就必备的职业 但是你要知道 在这样一个职业的赛场 路纳能打得出来 是非常关键的 也就是王群王 这位置再次吸一下防盘 那路纳选择 怎么再去打这一波 还是没有大招的 但是自己的队友状态 都很不错 再等一波大招 现在好了 这边 路纳好了大招 直接秀进来再打 已经能闪进去 看到标记 诶 诸葛亮 已经是西啥关羽 但是这边是西啥关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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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大招开她凶得进来 现在龙娜还要再打 一个二季度大招 进来吸一下 苏格亮怎么能看着 大招开不出来 苏格亮还在吸 笑 怎么能再次西啥双周进来 已经无力回天 这位第一道爆发 全部打在庄周身上 这位置已经二连递破 直接将其带走现在 BEST 我們基本上已經可以 提前恭喜他們拿到 這場比賽的勝利 沒錯 牽引進來 完成了一波 哇 真的完成了一波 致命的勝利 恭喜Best 先下一局 恭喜Best